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斤大哥 我昨天在社群節目說 今天2月4號是立春 很多人可能覺得立春沒什麼 立春在歷史上很重要 他是預示著下一年的開始 因為這兩個禮拜要過年 立春也意味著天氣不穩定 也意味著政治氣候的不穩定 我想立春的意義在此 今天當然我們還是替死難者表示哀悼 我剛剛上一段特別提到說 一定要全面凍結頂薪資產 因為他們資金要外逃 就像RCA一樣 RCA28億外逃了 官司4月判贏又怎麼樣 我們要求償至少3000億 健保一年就3000億 大殘癌是癌症之首 你看我們的親戚朋友多少人是癌症 跟黑心油是很重大因素之一 而且誰說衛運中不會逃亡 他們有兩部兩架彎流噴射機 你只要化妝一下 強妝一下 假裝設工作人員修理機 就進去就走了 對不對 三億對他說什麼呢 他確保潛逃可能性非常大 有噴射機啊 好 我希望檢方繼續抗告 如果防警太案都能私自抗告 為什麼放棄抗告呢 我還是這樣說 司法院的政風處 請針對這三位法官進行調查 合理懷疑你要做 請司法院長 包括法治時報社長幫我們反映 政風處調查 因為頂薪要全面多少要精殘脫殼 這一點我們為三千億的健保會 以及求償來用的話 大家從行政 從立法 從媒體一起 絕對不能讓頂薪逃脫 司傑頂薪這是最大二級人神共憤 我覺得馬英九現在唯一 你還能做的事情就是你出來呼籲嘛 你六年前不是呼籲過嗎 你呼籲說這樣子的裁判 不符合社會期待 你為什麼不敢呢 這個法官吃定了 我們國家沒有陪審制 過去我當立委的時候 我們有推動這個官審制 照說這麼重大的案件 社會又這麼矚目 害了千千萬萬的台灣人民的事情 你照說這個要至少要有個官審制 他吃定了沒有 如果這有官審制的話 怎麼可能放他出來 頂薪這個衛英交不但應該關 甚至應該關到水牢裡去 你看看他這個心態 他賣我們這個毒油 關在黑心油裡面就可以了 已經查到的不是三百噸五百噸 也不是三千噸五千噸 查到的 光查到的就五萬噸 你看他那個心態 他不是今天才毒我們 他也不是去年復衛箱的時候毒我們 他三十五年前他們家兄弟 就用收水油就毒我們 也是因為這樣他們才跑路 跑路跑到中國去 所以你看三十五年來 他們衛家這四個兄弟的心態 就像蔡琴那首歌 毒你 毒你千遍也不厭倦 毒了三十五年 對 你看這個多可惡 李康悠 所以我認為這個像蔡琴他讀我們台灣 他去大陸 所以多可惡 他不敢去讀中國 對到目前面前居 好膽他去讀中國 告慰兩蔣在天之靈 還不一定 之前中方在查還沒有結論出來 先不要說中方沒有毒油 張衡之於馬英九 就像醫界的李素德一樣 那麼張凡也是因為這一層關係 所以被馬英九拉去當心腹 所以張凡去參與這個參會 我覺得這是膽大妄為 大概就是一個人叫他去的 唯一只有一個馬英九叫他去的 所以未來要公佈的這個錄音帶影音 我想很清楚 他大概就是代替馬英九 非得在那一天參會去不可 因為第一時間他們要告訴魏英通說 我把你放出來 那你不必當污點證人 這個是沒事了 這個是馬英九為自己解套 所以我們事實上 這個法官很可惡 他講這句話 他說有潛逃的可能 可是沒有激壓的必要 有激壓的必要 有激壓的原因但沒有激壓必要 我覺得這個法官很清楚 他有收費的可能 我們只是沒有他收費的證據而已 所以... 所以... 所以張凡有吃飯的原因 但是有吃飯 應該有吃飯的理由 我覺得太離譜了 如果這場參會 真的是這些人 都是座上兵的話 他才出來一天耶 魏嘉現在在台灣社會的形象 是像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大家是避之唯恐不及 而我們的政府高官 可以這樣隔天跟他一起去吃飯 就是說我覺得現在的官員 馬英九政府毫不避諱 毫不避諱 明目張膽的跟這種人在一起 你就可以知道我們的政府上到下 是怎樣子的一個文化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都會質疑 奇怪你魏嘉為什麼在台灣 好看起來每一個難關 你通通都過得了 為什麼 因為一直到現在為止 你對於世界的整個發展 你會發現原來門神啊內鬼啊 到現在都還在 而且還使得上 對啊 張凡為什麼那麼急啊 而且你看張凡的角色喔 財政部的政賜喔 剛剛胡中興大哥說 他嚴正要求應該要凍結 為止他所有的資產對不對 他財政部耶 能不能主管機關耶 要不要抽他們家應該 財政部有推進決耶 所以這大家是不是很清楚了 我們進下廣告 我們對富航的使者感到悲傷 但是對惡人 我們絕對不能放棄追蹤 馬總統怎麼那麼愛用兄弟 我在節目中一直提醒觀眾說 鼎心是馬英九青年的破口 鼎心如果垮了 馬英九政府整個就崩盤了 所以你後來看這個政治的醜聞 一直演變一直演變 如果照習近平今天的這一個爆料 將來一證實是的話 這可能會壓垮馬英九政府 最後一根稻草了 裡面所聚餐的所有人 必須要出來講清楚 只是剛剛我在看前明你的說明 我非常的懷疑張凡這個人 將一話要他去當營建署署長 然後當不成了 跑去財政部當次長 難道營建署署庫通國庫嗎 不然我怎麼想 這個人到底專業是什麼 可以當營建署管建築的 管都市開花的 也可以管整個國家的財政的 政治次長 國庫署在下面 對 國庫署在下面 對 國庫署在下面 到底營建署是不是署庫通國庫 我們搞不清楚這個人 到底專長是什麼東西 對啊 馬英九的用人當然是 你說看他沒有彰化 其實都有彰化的 是 他新了一個人 那個人所引建的 他全部都信任 所以他替他做什麼事 我不知道 如果照揭發出來 彰化你去跟鼎新人 見面吃飯的話 三重新宴這塊土地 當然是李潛龍 市長任內 一定是那時候買賣的 對 他出來還有點道理 現在急著要脫手 不能變更 那如果不是的話 這塊土地有什麼疑問的話 朱立倫你必須要出來說明 這不是普通的吃個患 是人家交保 一意交保的時候 第一場喚集 所以我覺得